根據聯邦調查局上週發布的數據 2017年 美國20個人口最多的城市中 舊金山市財產犯罪率全美最高 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舊金山每10萬人中有6168起犯罪案件發生 平均每天發生148起偷盜、搶劫、縱火案 舊金山財產犯罪率增幅明顯 從2016年的約47,000起增至2017年的54,000起 舊金山警方發言人羅伯德儒卡 將犯罪率猛增歸因於該市砸車搶劫案頻發 不過 他同時指出 2018年以來案發率有所減少 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字還反映出 東灣奧克蘭近年來暴力犯罪的數量持續下降 但仍是全國較危險的城市之一 根據聯邦調查局公布的數據 灣區也有比較安全的城市 如洛斯阿圖、丹維爾和洛斯阿圖斯 在加州245個城市中暴力犯罪率最低 2017年 這些人口在3萬以上的城市謀殺率為零 新唐記者 景雅蘭綜合報導